穷养也好 富养也好 最重要的是让他独立 王硕曾经牛逼哄哄的说过一句话 我干嘛不对女儿宽容 我干嘛要对他严厉 我希望他干嘛呀 我什么都不希望他 我希望他快快乐乐过完一生 我不要他成功 我最恨成功这这个词 什么成功 不就挣点钱 被傻逼们知道吗 这是很多父母的心理 一个女孩而已 干嘛非得成功 干嘛非得弄那么辛苦 林与唐大女儿叫如斯 既是掌上明珠 又是第一个女儿 林大师对女儿也是宠爱有加 林如斯也继承了父亲的才华 聪慧能闻 十几岁就开始发表文章 甚至有机会接触蒋介石和宋美玲等正要 这种富养应该说 已经无人能及了 不光是物质的富养 这种精神的富养更是罕见 所有人包括他父母 都认为他的未来是一片坦途 但就在他订婚的前一天 文静内敛的林如斯 竟然跟一个美国辍学的小混混私奔了 他最终跟这个男人过着穷困潦倒 居无定所的日子 用作家叶清诚的话说 就是曾经最爱的人 爱到愿意为他抛弃父母家人的人 忽然暴露出怪兽的本来面目 是自己瞎了眼 还是世上再没有好男人 如斯不能原谅自己 也无法相信人性 他的世界碎了 再怎么拼 也缺了一块 他病了 林如斯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虽然离婚成功 但他始终受病症折磨 最后撒手人寰 一代大师 也只能白发人送黑发人 这个从小富养长大的女孩 固然明媚如花 内秀如蓝 但一点自我保护的能力没有 也经历不了任何挫折和失败 说穷养 富养 其实并不是对穷人有什么偏见 相反我们恰恰是在说 生命是平等的 每一个人在生命面前都必须谦卑 对女孩富养 对男孩穷养 看起来是保护女儿 宠爱女儿 实际上 这是剥夺了女孩独立的可能 这种说法 实际上是在贬低女性 认为女孩子天生就比男孩弱小 低能 所以才需要富养 我们这个世界很危险 体肤无罪 怀必其罪 这世界并不因为你穿着公主裙 拿着魔法棒就对你宽容一点 相反 怀抱财富才更需要守护财富的智商和能力 没有人可以说 我可以不需要学会生存 生存是一门必修课 是你必须要学会的 偏执地认为女孩就要富养的人 其实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你把风雨关在门外头 并不等于世界就没有了风雨 也不代表你的孩子就能一辈子活在屋子里头 永远不见识风雨 更不可能 她永远不会经历风雨 从一开始女孩们就必须认清 这个世界你必须独立生存 你的父母 你的家庭 你的亲人 甚至你的爱情都不是你的全部 尤其是你的爱情 跟你的生存比 一文不值 一帆风顺固然好 但万一遭遇了不公 挫折 立刻爬起来 甩甩手上的泥 其实止损才是正经 一般家庭复养出来的女孩 就是啥都不管 不管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懒得管 很多女孩从小就是父母 一路复养长大的 结婚直接陪嫁了一套房子 平时也对她们贴补 可是复养的女孩 复养的女孩最大的问题 就是以为自己的爱情 可以拯救一切 她们不曾经历荆棘 自然以为甜蜜都唾手可得 她们不曾见过黑暗 自然无法识别鬼魅 她们自视清高 自然以为可以不沾染人间烟火 但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一帆风顺的人生 所有人何曾逃过岁月 谁的父母能够保护女孩一辈子 甚至不用等到父母老去 即使父母健康 难道她们还能代替自己的女儿去生活 这些富养的女孩 确实个个聪明漂亮 但是她们并不曾真正经历过人生 她们唯一缺的就是独立 独立思考 独立生存 孔子曾经约过 以不交名战 是为弃之 什么意思呢 这世界上本来就有战争 你不教会老百姓打仗的技巧 等到他们打仗的时候 你这是让他们送死 女孩的成长也是一样 不让女孩学会独立学会生存 就是让他们送死 所以没有什么狗屁穷养儿子富养女 没有什么女性教育 一 教育女孩第一条 男孩怎么样 女孩就怎么样 男人在社会上要学会的 女孩都要会 男人要学会独立 要学会赚钱 要学会跟人战斗交锋 那么女孩子一定要学会 做跟男人一样的事 二 此外 女孩子一定要学会理财 投资 不要觉得不懂投资 不懂理财挺萌 也不要觉得管钱这种 琐事太斤斤计较 不优雅 不时尚 太俗气 经济基础才是自己立身之本 才是一切地位的基础 生活中不光有风花雪月 同样有柴米油盐 懂得理财的女孩才更独立 三 一定不要有爱情就是一切的心理 没有人离开了爱情不能活 女孩子对自己的人生独立负责 并不依靠谁的爱情才能生存 学会把爱情当自己生命中很小的一部分 有爱情 固然好 没有爱情 也可以活得漂亮 四 逆伤 一定要有抗压能力 逆境有如大姨妈 她是你生活和事业的不速之客 不是你不想让她来 她就不来 你只需要做的事 准备好卫生巾糊她一脸就行了 不是所有人都有运气 从一开始拿到好牌 最重要的是拿到烂牌也不要哭 要有把烂牌打好的能力 重新谱写人生 拒绝富养 你远比你想象的强大 独立经营自己的人生 赚自己钱 过自己的生活 远比别人给你的玫瑰色泡影要强得多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